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方的格局它并没有改变 但是投资人要去留意到 这档股票如果说你之前去买到一个底部布局的话 我相信你的财富都可以做出个倍数翻扬的动作 甚至在上个月的话 我们有送资料的同时 老师送给你的也就是农历封关年后 这个开盘的五虎将第一档股票就是二四七四的可证 我相信今天已经得到一个验证 但是验证的同时你不见得赚得到钱 因为你们操作的一个角度的话 买点跟卖点必须要在基督线型上面 找一个专业的分析师来告诉你 老师先把大盘先讲解一下 目前为止你所看到的大盘 今天是上涨将近76点 虽然没有占上所谓的8400点 但是下个礼拜它是关键转折 但是今天已经看到一个所谓的讯号 老师在早上的节目里面也有跟各位讲 今天开出来的盘叫做三点高盘 三点高盘每五分钟一盘 一盘比一盘高 这个在所谓的多方的格局里面 它是属于一个变盘往上的一个格局 但是老师认为目前为止 8400点这个位置去 如果说多方是属于强势表态的话 它是有机会在下个礼拜站上 但是站上以后的话 麻烦你先观察三天 这个三天的时间站上去以后 它会在这个地方做出个横盘整理 也就是说啊 如果说你确定多方的格局往上的话 下个礼拜是关键点以外 那下个礼拜你就有上车的一个机会 这是严老师对于大盘的一个看法 那之前有人去操作这个4916的四星科 我相信老师的操作都是底部布局嘛 连续五个交易日的话 我们看到四根掌平板 我们有掌握到 就是低满高满拉回再满 拉回再满以后 我们逢高获利了解 但是你如果是买在这个高档区的话 我相信你目前为止啊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赚到钱 就是属于小套的 再举另外一张股票 2019的上以 这张股票目前为止啊 我们已经先行获利先了结了 但是很多人 还是喜欢买在所谓的高档区 高档区后面如果拉回 如果说中方格局没有改变 还是会上 你还是会赚得到钱啊 但是老师还是要跟你讲 你要跟着专业的脚步 来做出个买进跟卖出的动作 再举一张股票 它叫可神嘛 可神的话早上跟各位讲 我相信如果你把袋子翻出来看 你都知道 那早上大概在这个位置去啦 那后来有多方的 多方的一个拉抬动作 有打到一个涨停板 那股价涨停板只有222.5 这四个数字非常好接 222.5 这个应该不是长线上面的一个高点 也就是说你去操作一档股票 你要去注意到 目前为止啊 这个可神饥渴的股票 是在假灵车号 在iPhone6题材加持之下 在所谓NB 金属饥渴加持之下 业绩如果还能够持续上涨的话 再加上苏州厂的部分 他最近新买了1000台的 所谓的切消机 这个就因应到所谓的产能的部分的话 他是有机会 也就是先看到产能 拿我去买机器 买了机器以后的话 那后面的产量 包含毛利率 如果也办法提升的话 我认为 机可股二次七次的可乘 投资朋友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对于所谓的太阳零股票 今天虽然是拉回修正 但是一样还是非常的看好 那也请投资朋友们 在拉回的时候 如果说多方格局没有改变 如果说今年的太阳零 能够跟去年的低论的族群一样 他是有机会大涨的 财业趋势开始说 有这个亏转盈的话 我认为今年的太阳零 投资朋友们 你要好好把握 那如果说你们对于手动股票 有任何问题 今天可以利用 礼拜六礼拜天的时间 直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的助理 来做出个洽询 老师每通电话 都会亲自回你电话 那要记得 二次七次的可乘 老师是事先预告的 不是说等股价涨上去以后 你们才在这边说 老师你都没跟我说 那像之前 3691的缩合 今天有没有直接拉到涨停板 有哦 那这张股票也是一样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我记得七月份 我们就进场布局了 那时候是两百多块 一路从两百多块 涨到六百多块 那你虽然有短线上面的拉回的整理 但是老师跟你讲 今天太阳的 这行情非常大 你如果不会操作 你可能是买在六百块 你可能是买在六百块 但是目前为止 现行往上 那这档股票 该怎么样操作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那谢谢今天的观赏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